倒灶的男人撞翻一箱地雷 启动装置瞬间弹起 大家千万不能动 这是反步兵地雷 五分钟内不完全拆除 方圆十里之内连指纹子都活不了 所有人全部被惊得目瞪狗呆 光头墙蹲下仔细观察 面对这种高爆地雷他根本毫无办法 这时海面突然掀起巨浪 船身摇晃使士兵如同喝了假酒 差一点就踩到地雷 危急时刻 丛哥突然挺身而出 他拿出四十米的祖传小刀 对着地雷一阵操作 然后轻轻取出里面的弹簧 接下来是第二个 虽然都是形状相同的地雷 然而使用的力度却大不相同 男人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 稍有不慎 满船的人将被炸得渣都不剩 很快他便拆除了大板 这时意外再次发生 外面的德军已经架好大炮虎 是单单 但见士兵把烧红的千球装入炮管 再向炮筒倒入特制的十三箱 随后点燃要影子 然而大炮却没有丝毫反应 正当大家陷入绝望时 酷吃一声巨响 铁球如炮弹般飙射而出 正好击中船上的火药库 万幸此时对方早已撤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长枪怕大炮 地雷怕铁球